你知道80年代的肯德基价格有多昂贵吗?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,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开业的现场影像,在北京平均月收入100元的情况下,一天营业额便高达7、8万。 可见当年的肯德基在中国相当长销,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瞧见,超过三层楼的肯德基门店坐屋虚席,一共500个位子均被一抢而空, 7元一份的套餐,包含两块炸鸡、土豆泥、蔬菜沙拉以及一个面包,这个价格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近一周的工资,换算成如今,当铜鱼吃一顿就至少300元, 然而尽管如此,高昂的价格丝毫没有浇灭人们的热情,相反,肯德基迅速成为北京最知名饭店,人们纷纷以吃肯德基为荣,就连外地游客也纷纷慕名而来, 在那个年代,肯德基俨然已经成为了高档餐厅的代名词,一些有钱为了彰显身份,甚至选择在肯德基内举办婚礼, 然而对于很多普通百姓来说,那个年代的肯德基称得上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,即便是到了90年代, 吃过肯德基的人也是相当稀少,不知屏幕前的朋友至今是否吃过这种美食呢?